小手媽媽秋小瑋利用審時 Peple做出奶蓋紅茶 以及焗烤香菇 究竟專家會給出 多少分的評價呢 那個兩位老師也都試吃完了 我們要請兩位老師呢 來給我們小瑋舉個牌 看看他可以獲得幾分 來 請舉牌 有這麼強 這嫌棄了 真的不錯耶 我們兩個都是嫌棄良母啊 對不對 對對對 好心虛喔 這請就可不心虛 有一點不好意思 所以你看其實牛奶加檸檬 也沒有那個酸味 可是我今天有學到怎麼打奶泡 我覺得好妙喔 請讓我們請這個曼妮老師 來幫我們做個講評好嗎 好 覺得嫌棄良母真的是 非常的厲害 生活上的小Peple呢 這些其實都非常有科學根據 像低一點檸檬汁的話 在那個牛奶裡面 事實上起司 最原始的起司 是這樣子做出來的 真的 那它低的量因為不是很多 所以沒有酸的感覺 但是它會造成一個 所以說讓我們呢 就是在搖晃的時候 它已經變得濃稠 就更快的會發泡的作用 那再加上 那如果說我們不要微波 然後直接就是牛奶加冰塊這樣搖 可以嗎 其實也可以喔 因為它已經加了檸檬在裡面 所以重點是一定要加檸檬 才能自己這樣搖出奶泡 對 那如果我們一般用鮮奶油的話 我們會覺得太胖了嘛 對 那要用鮮奶 可是鮮奶呢 如果加檸檬汁 它就產生了濃稠感 就很快可以把奶泡打出來 所以真的是很聰明 那再加上呢 又用那個冰塊 在搖晃的時候 你如果加冰塊進去 它又產生撞擊力 對 對 所以說那泡也很快產生出來 就是很厲害 是 那香菇也是很厲害對不對 香菇非常棒 因為本來可能泡三十分鐘 變三分鐘 就節省了二十七分鐘耶 給Take我一下 哪一機 我什麼頭髮 今天就在等這一刻 每次來一定就是 吃醋瓶 來享受榮耀的 那我們就恭喜小瑋獲得十分 謝謝 謝謝 小瑋真的很厲害 不過請這個曼玲老師喔 一般來講我們都認為說 下午茶不管是點心蛋糕 都很費工 那您今天要教我們 這從來沒有下煮的人 也可以馬上就學得到的 對 我要介紹大家那一個 五分鐘就做好的 蛋白糖霜草莓塔 五分鐘喔 哇 對 我要學五分鐘而已 而且都是家裡平常會有一些 那個零嘴的東西變出來 好 那首先這個是棉花糖 對 小孩子很喜歡 然後因為那個點心 因為我們是一口一口的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剪成小小的 然後呢 剪開剪十字 把它剪成十字 然後這邊有那個巧克力 對 一般的巧克力我們把它剁碎或拍碎 然後放在上面 倒扣 對 鋪著 把它鋪著 然後我們放到微波爐裡面 十秒鐘它就會融化了 OK 十秒鐘 對 那我們現在放微波 好 那我們這個有一個 八九十 烤好的 烤好的 好 它就會已經就軟掉了 好像那個變成那個鮮奶油的視覺效果 對 一趴在上面 對 它就是蛋白糖霜其實也是像馬卡龍 就是也是同樣的做法 而且同樣的食材 對 然後我在上面把它用那個噴火槍 稍微烤一下 它就會焦糖然後脆脆的感覺 所以是棉花糖 裡面是軟軟的 然後外面呢 開始的 對 好香喔 好像在做法式甜點 對 變成焦糖 有沒有聞到那個香味嗎 對 好快喔 好 老師我覺得你可能用不到五分鐘 三分鐘就結束了 應該是三分鐘就結束了 對 好 然後呢 季節的水果 那我今天選的是草莓 其實各種水果都可以 我們把它切丁 好可愛喔 好可愛 喜歡的都可以啦 對 賣相也好好喔 對啊 一口一個很像那個法式的小點 哇 焦糖的味道好香喔 好香喔 對 真的好香喔 你看到這個會不會很想來一杯咖啡的感覺 會 會 對 或是可以配上小尾缸 對 奶泡 奶蓋紅茶是不是 多好 那我們如果家裡面有 有那個薄荷葉啦 或者其實 其實如果沒有薄荷葉喔 有時候我就那個 草莓我們切塊的時候把那個蒂頭 喔 綠綠的 對 直接保留 直接保留 雖然你吃的時候會有點麻煩 但其實那個顏色就會很繽紛 就很漂亮 哇 這樣放上去好漂亮喔 對 那如果再增加一點點的味道的話 家裡如果有 我們就可以使用一下 就是可可粉 塞一點可可粉 好漂亮喔 太長遠了 這個就是要拿來賣的嘛 有點自分級的氣息 好了 藝術品嘛 真的 哇 下午餐好了 一口塞不下去 我們會塞不下去 這樣就 它對你來說好輕鬆喔 很有空間耶 坎西 好好吃喔 好吃嗎 小尾 口感如何 好好吃喔 而且它裡面加那個巧克力 整個這樣融在裡面 還有爆漿的效果 對 那個奶油會在嘴巴你整個爆開 它爆開的過程中 因為它下面是餅乾 對 所以感覺到餅乾那個酥脆的 那個層次的感覺 對 有軟也有酥脆 薄草葉是重點 真的 草莓呢 草莓呢 草莓也甜甜 剛好搭配那個棉花糖 應該是完美的搭配 對 棉花糖又吃起來有點脆脆的 外脆然後內液 哇 太好了 非常簡單 三分鐘就可以做好的美味下午茶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其實日本有一個有趣的一個調查 針對所有早上的婦女 她做了一個調查 早上起床到出門 一共要花多少時間 平均是77分鐘 一分鐘 所以早上的時間 不太好 對 所以早上的時間是迷足珍貴 我們現在請杰莉良來考考大家 怎麼利用早上的時間 是啊 每個人早上起來都對自己的床鋪 你農我農 難分難捨 每次都是再咪五分鐘就好 再咪五分鐘就好 結果一咪就咪過頭了 接下來我們要考驗的就是 步調看起來很慢講話很溫柔的 葉婷老師 考老師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螢幕 考老師的就是 讓你多睡十分鐘快速出門 不爛慘 可以 那我們最後就是要邀請到葉婷老師 來幫大家示範如何可以快速出門 大家要先問一下 婷姨平常你自己出門要多久時間 十五分鐘從刷牙 洗臉 綁頭髮 好快的 而且我如果那個 那有幫過化妝嗎 化妝啊 老公開廁所我在旁邊 然後還有就是 兒子的制服如果皺了 還要幫他燙衣服 還要幫他燙衣服 還有什麼燙衣服 聽起來好像是牽手關 對啊 好想到喔 他是有分身 對 所以沒有真的很簡單 當然只要有小妙招 有法寶就可以了 好 所以第一招要教我們的是什麼 因為我醒來第一件事情是綁頭髮 對 因為有時候你眼睛很心鬆嘛 但我如果早上起來頭髮很亂 因為有時候要送小孩 對 如果不是像這樣有做節目的話 對 我頭髮盡量都綁起來 就不要用到那些電棒啊 那些東西 所以就不要去傷害他 所以我比較像曼玲老師那樣子 會綁一個丸子頭在頭上 那很快 那幾乎就是三十秒開始 三十秒 好 丸子頭 對 只要三十秒 我每次弄丸子頭都很麻煩 對啊 有時候會覺得好像快掉下來 對 對 其實我都會 人家都以為我在家裡可能抓很久 才綁起來 對 其實我非常的快 因為像今年很流行的是丸子頭 但比較不是像曼玲那一種 那種包一個 包一個甜 對 甜甜圈那種的 甜甜圈在裡面的丸子 就大概是比較高一點的位置 先拿一個髮圈綁一個高馬尾 對 然後 就這樣 好了 哇 很可愛耶 真的 這時候就稍微拉一下頭型 好 就這樣 這是我送小孩子的髮型 那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需要髮飾的話 你就稍微加一下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 裝飾一下對不對 好快喔 厲害 超快的 而且還很漂亮 而且重點是看起來 誰會知道你早上趕得要命 對 好有心喔 對 如果沒有鬚鬚毛毛的話 你還可以用小髮夾夾一下 那通常 我有時候會看鏡子的側面 然後就把它抓自然一點 不然就會有一點 不要太乖 不要太乖 對 然後這樣其實 就是從日本高校生 對 到阿姨都可以綁這樣的頭 對 只要那個髮飾選擇 就是最喜歡的就可以了 厲害 好強喔 好 那 很簡單 而且重點是有的時候 我們也是這麼快的出門 可是人家就會說 你剛剛很趕齁 對 這個髮飾看不出來 對 看不出來完全看不出來 好 那第二招 好 他們一間消毒 你沒想過的家世妙招 好 你知道現在日本 常常會用蒸汽來做消毒 要超過52度以上 慢慢就會死掉 所以家裡的絨毛娃娃 我也會用這種掛燙的 真的 就用它的蒸氣 整個表面的 所以它可以把它燙直之外 又可以做到一個 很好消毒 好好用喔 好